李宗盛, 黃之鋒和他女朋友, 錢斯文都被途人襲擊 黃之鋒經過一晚定一定驚之後, 在Facebook報平安 對於令父母擔憂, 同年女朋友被人扯頭髮和拳打腳踢感到愧疚 他感嘆日常生活都有被襲擊的危險令人心寒 批評兇徒抹殺香港所剩無幾的自由和法制 警方執法不公正的問題, 其實由雨傘運動開始以來 我們見到警方不時偏袒藍絲帶的人 以致縱容成到今日有不同政見的人 竟然可以肆意隨街襲擊兩個年輕人 這個是警察執法不公、縱容暴力留下來的惡果